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2日签署声明 暂停部分允许外国人短期赴美工作的签证 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改善在疫情之下美国人求职的前景 具体受到限制的签证类型包括 技术专业领域的H1B签证 除了食品加工行业以外的 大多数非农业季节性工人所持的H2B签证 短期文化交流的J1签证 适用于跨国企业内部主管轮调的L1签证 H1B签证持有人的配偶等 但不会影响到现在已在美国工作的特定公众人士 关于美国绿卡申请方面 将延长4月22日签署的行政令 限制部分正在寻求美国永久居留权 目前身在美国境外的移民入境及获得绿卡 巨白公共计 此举将阻止外国工人填补52.5万个工作岗位 特朗普4月曾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说 他计划暂时停止让外籍人士移居美国 然而包括美国商会与信息科技产业协会在内的产业组织 指涵特朗普 对这项可能不利于企业发展的限制措施 表达忧心 6月22日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警告 酒品牌干洗手液含有甲醇 均产自墨西哥公司 Askabelcam Sedisiv 甲醇有毒性 不能作为干洗手液的成分 使用含甲醇的干洗手液会导致恶心 头疼 事件模糊 甚至永久失明及神经受损等 使用过含甲醇成分洗手液的消费者 请立即就医 含有甲醇的有毒酒品牌干洗手液分别为 苹果公司6月22日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这是该会议因新冠疫情30多年来首次在线上举办 当天苹果公司展示了iOS iPadOS MacOS等几大系统的改进和更新 最后更套出了杀手键 自研的电脑芯片 自研的电脑芯片 他被看作苹果挑战行业王者英特尔的大动作 苹果希望通过自研芯片脱离英特尔的控制 走上电脑软硬件完全自主的道路 首先登场的是iOS14 它的重点是小组件和小程序 最明显的改进在界面上 首先是App分类 苹果称之为App Library 该页面有别于以往的主屏幕桌面 可以智能的对所有的App进行分类 另外一个明显的改变是iOS14的主屏幕支持小组件功能 多个组件支持智能叠放 第二个登场的是iPadOS 它让手写笔更强了 手表系统方面终于支持睡眠监测了 苹果还在这个新系统上增加了个洗手监测功能 用户在洗手时 手表会出现倒计时 提醒你洗手要认真啊 MacOS这次名叫BigShore 但在外观做了近两年最大的UI调整 对话框变为纯白和纯黑 图标风格变得更统一 简单的说更像iOS了 6月22日佛罗里达州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10万 许多专家表示作为全美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 佛罗里达州恐将成为新的疫情阵中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奥克拉赫马州的首场竞选集会上 再次语出惊人的表示 现在美国部分州确诊病例激增 是因为检测数量太多了 并建议放慢检测速度 就在集会开始的几小时前 特朗普竞选团队中的6名成员 被查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随即被采取隔离措施 就在22日 其竞选团队中又有两名成员被报确诊 根据Black Night 6月22日的报道称 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继续打击家庭财物 美国房屋抵押贷款违约率 飙升至201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逾期30天以上的借款人总数 从4月的340万猛增至5月的430万 此外超过8%的美国抵押贷款已经过期 或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北京疫情的消息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6月22日通报 21日零时至24时 北京市新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例 持续8天两位数增长后 北京新增病例数首次降到各位数 人家表示目前北京疫情处在平稳期 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新增病例的发生 确诊的人数会新增并且持续一段时间 截至20日北京已经收取了超过200万个样本 每天至少可以测试23万个样本 目前北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以尽早发现感染者减少进一步的传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